农村老人一次性补缴9万元养老金 那么到了60岁退休以后 一个月可以领多少钱呢 答案终于来了 对养老金问题比较重视的朋友 您可以先给这条视频点个赞 点个关注 接下来咱们言归正传 农村的老人大多以种地为生 与工厂的职工不同 工厂的职工有工厂缴纳社保 工厂缴纳一大部分 职工只需要缴纳一小部分就可以了 而缴费满15年 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领取退休金 而农村的老人是没有社保的 大多是参保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每年交费200元到8100元不等 总共16个档次 由于农村老人大多经济都不宽裕 所以很多人选择的都是最低档 每年缴纳20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以我们湖北为例 如果每年缴纳20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那么到了60岁退休以后 一个月大概可以领取110元左右的基础养老金 这点钱即使在农村也是不够用的 那么对于农村老人来说 如何提高养老金待遇呢 那么就是选择档次高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 第一档是200元 第15档是6000元 那么我们选择15档6000元来计算的话 按照缴费年限15年 那么就是9万元 很多农村老人之前都是按照最低档 每年200元来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那么到自己快满60岁的时候 又希望自己能够多拿一点养老金 所以呢 想提升档次来缴费 那么能不能补缴呢 答案是可以补缴的 我老爸就是1963年的地地道道的农民 明年就退休了 前段时间我去咨询了一下 在年满60周岁前的一个月都是可以补缴的 按照第15档6000元来计算的话 一次性可以补缴15年 就是9万元 那么一次性补缴9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到了60岁退休以后 一个月可以领取多少钱呢 这里有个养老金的计算公式 就是9万除以139等于647 647再加上110的基础养老金 就是757元 也就是说 一次性补缴9万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到了60岁退休以后 每月可以领取757元 这笔钱虽然不多 但是对于一个农村老人来说 柴米油盐等基础生活费是够了的 至少晚年生活也有了一个保障 那么大家觉得农村老人一次性补缴9万元 每月领取757元的养老金划算吗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